1581年,明神宗在太后宫中宠幸了一名宫女,临走时说,今日之事不允许对任何人说,宫女抱着衣服害怕点点头,没想到,她竟然被幽禁在宫中十年之久。 谁也没料到因为明神宗的这次冲动,竟然影响了大明王朝的走向,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小豆之历史,每天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公元1573年,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名牧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太子朱义军继位,幼年丧父的小皇帝,生活起居以及朝廷政务都只能仰仗母亲李太后协助料理。 李太后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本来是一名宫女,因受宠幸后连生两子被封为妃,又成为了太后。 她虽然出身低微,但颇有才能和眼光,对儿子管教相当严格,而且重用张俱正,带来了明朝的忠心。 朱义军非常孝顺含辛如苦教养自己的母亲,每日都去慈明宫中请安。 1581年,这位十八岁的皇帝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郎,虽然已经有了原配皇后王媳姐和庶名嫔妃,但膝下只有一名荣娼公主,紫兮薄弱。 对于重视血脉的皇室来说,这无疑是一桩钥匙。 后宫的妃嫔们都在明镇暗斗中探望着能够生下皇帝的长子。 然而,谁也没想到,幸运之神却把这个名额送给了一名普通的宫女。 这日,明神宗像往常一样到太后宫中请安,刚走到慈明宫门口,只见一名侍女款款走来,低头禀报说, 陛下,太后刚去玉花园,此刻不在宫中。 神宗听后,本来准备转身离开,但见眼前的侍女低垂着头,指鹿鹅前的刘海和头上的发际不见真容, 又听她的声音婉转月耳,便增添了几分好奇心。 她俯下身去来回端向了几下这个侍女。 只见她脸庞清秀,身材婀娜,满满一股少女的娇羞袭来, 正直荷尔蒙旺盛年龄的神宗看得心生荡漾,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你是太后宫中的?你叫什么名字?皇帝问。 回陛下,奴婢是太后宫中奉茶的王室,侍女依然垂着头打道。 宁神宗被她的内脸吸引,一边秉退了贴身太监,一边牵着她的手往宫里走去。 内侍们自然能够揣夺到皇帝的心思,便会心一笑,守在了宫门口。 慈宁宫天殿内,注意军守托起王室的下巴,只见她虽然不是倾国倾城的容貌。 但眉眼俊俏,唇红齿白,十八岁的芳华如同含苞带放的花蕾一样娇嫩可人。 一股莫名的情愫袭来,情男自控的皇帝解开了这个侍女的衣衫,灵性了她。 事后,朱义军恢复了理智,想起了严厉的李太后,怕受责罚,便对王室说, 今日之事,不允许对任何人说。 刚刚离开宫殿,旁边太监就询问,不知陛下打算赏赐什么给这位宫女。 在当时,皇帝如果灵性了某个宫女都是要记录在案的, 以便日后查队,还要给人家一点东西作为赏赐, 万历地随口说了一句,给她一副首饰吧,便直接离开。 无辜的王室突然承受皇帝恩怒,本来就下得不知所措。 此刻听到皇帝的话,就如接到圣旨一般, 将首饰抱在胸前,瑟瑟地连连点头。 皇帝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王室却惶惶不可终日,几个月后, 她的肚子渐渐隆起,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怀了身孕, 但想着皇帝的叮嘱,不敢向外透露半分。 一日,王室到慈明宫奉茶,太后接过茶后抿了一口, 不经意间瞥了一眼她,总感觉那里不对劲, 从上往下打量一番,这位眼光老辣的老太太立马发现了端倪, 这内宫中能让宫女怀孕的只有皇帝了。 她低声问道,皇帝是不是宠幸过你? 王室一听,顿时被吓得贵倒在地连连磕头, 但是不敢说出实情。 太后见状只能传唤明神宗到慈明宫来, 做了个三方对质, 没想到明神宗早已将这档子是忘得一干二净, 甚至还觉得是这宫女栽赃自己。 然而,太后翻阅了太监的记录后, 发现这日子对得上, 而宫女又有皇帝赏赐的首饰, 这才让朱义军回忆起来发生过这样一档事。 皇帝见到韵味十足的王室, 也想起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将此事承认了下来。 李太后听完是既高兴又生气, 高兴的是她终于有了孙子, 生气的是皇上胡闹, 结婚多时却一直没有孩子, 也不知到底是咋回事。 而如今她居然宠幸自己身边的宫女, 又不给她名分, 为了早日抱上自己的长孙, 李太后便把名神宗叫到慈宁宫, 吩咐道, 既然如此, 就给她个名分吧。 皇帝一脸不悦道, 她身份低微, 怎么能做妃嫔? 李太后一听也增添几分怒容说, 宫女怎么了? 女子西西伯, 马上安排册封。 名神宗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了, 因为自己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 马上灰溜溜地按照太后的吩咐办事。 就这样, 小宫女就变成了妃子进入了景阳宫, 几个月后, 她一朝分娩, 喜得皇长子朱长落, 因此也被抬封为王公妃。 李太后喜得皇孙是万分欣喜, 可是名神宗万丽却不高兴了, 她觉得王公妃一个宫女生了她的长子有失尊严, 从那时候起王室再也没有见过万丽的, 她希望万丽帝能过来看她, 可每次都是失望, 她不知道的是别说是她了, 就连皇后都见不到万丽帝的影子。 名神宗这个人好色成性, 一直想要找一个像杨贵妃那样的绝世佳人, 可后宫没有一个女子让她喜欢的, 她又下赵选妃, 忙坏了地方官员才凑了十几个人送到宫中, 也真难为了这些地方官员, 送来的这十几个人个个都美若天仙, 其中一个正是女子尤其得到万丽帝喜爱, 花样还非常多, 没两年就变成了皇贵妃, 后来又生下了皇三子朱长巡, 没有儿子的时候发愁, 儿子多了也发愁, 随着几个皇子的相继诞生, 立谁为太子成了前朝后宫争斗的主旋律, 名神宗一直想立爱子朱长巡为太子, 但是明朝的组织是立长不利用, 当时的皇后并没有嫡子, 按说朱长洛立为太子是板上钉钉, 可是名神宗他不喜欢这个儿子, 因此立太子之势就一直这样搁着, 大家都知道万丽帝年轻时, 首府大臣张巨正可是朝廷重臣, 万丽有时也奈他不得, 当朱长洛四岁时, 张巨正便提立朱长洛为太子, 可是万丽第一次不听首府大臣的话, 他不说立也不说不立, 暗地里还不给王公妃生活开销, 好让他们母子自动退出这场竞选, 然而关键的一点是, 遵循组织的太后也支持立皇长子朱长洛为太子, 他不管名神宗如何威逼王公妃, 他总是给王公妃以帮助和保护, 他们母子才得以艰难度日, 更为可泣的还有万丽宠爱的郑贵妃, 每天都会到王公妃府上羞辱他, 让他抬不起头, 朱长洛都快13岁了, 眼看朱长洛都快到当时娶妻生子的年龄了, 万丽也没有为朱长洛请老师专门教导他, 这让李太后十分不满意, 而且自己越来越老, 万一自己不在了, 谁还能保护他这个长孙呢? 因此在1594年, 李太后把神宗叫到跟前, 问他究竟想怎么办? 万丽于是说道, 立一个宫女的儿子为太子, 将来天下人会耻笑他的, 可是他却不明白他的先祖朱元璋 更是一个不一教花子, 也没有看到有人嘲笑他啊, 不过李太后却生气不高兴了, 你这不是指桑骂怀吗? 你老母亲可也是宫女出生, 如果先帝不遵祖之你能当上皇帝吗? 最终神宗只得把朱长洛立为太子, 俗话说母平子贵, 既然儿子当上太子, 王公妃的好日子也该来了, 可是王公妃不仅没有母平子贵, 甚至遭到了幽禁, 明神宗觉得自己是被朝臣和太后强迫, 才不得以立了太子, 他敢怒不敢言, 把内心的压抑和愤懑全部归咎到王公妃身上, 甚至后悔宠幸他生夏儿子, 下令将他幽禁, 不允许太子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直到后来朱长洛都生下了木匠皇帝朱油孝这个大孙子, 在大臣的再三见一下, 王公妃才生为王贵妃, 但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而已, 他仍然是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在一边, 待遇也没有改善, 就这样过去了十年, 可怜的王贵妃在骨肉分离中身染重病, 直到弥留之际, 明神宗才同意太子前去看望, 病床上的王贵妃迷离的眼神中, 看到儿子前来, 突然增加了几分神采, 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诉说了十年来的思念之情, 当天晚上, 王贵妃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欲绝的世界, 生前受到明神宗的万般摧残, 死后明神宗也不给他办丧事, 让他不能入土为安, 直到儿子朱长洛当上皇帝, 他才得以安葬, 并且追封他为皇后, 不过遗憾的是, 朱长洛并未像他的先祖们一样带领王朝复兴, 最终因红王岸一命呜呼, 也带来了明朝的衰败,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的一次荷尔蒙冲动, 改变了历史。